墙是这种硬度啊 2011年的时候是这种硬度 到了2020年之后就变成这种硬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呢 作为雷霆拯救队的一个最后一个跟大家做开箱的呢 我们就先做一个三个人那个简单的一个合照吧 首先的话呢 如果你要问我说三款里头我最推荐谁呢 毫无疑问我会强烈推荐你呢 这款红色的换天脚呢 应该是里头做的最好的 人形车型变形配件来说的话呢 应该都是达到一个最顶峰的 那原本呢 我会觉得这个low bust可能是比较弱的一款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top speed呢 可以说是彻底刷新的这个 嗯 OK 简单的说呢 你把这个low bust从第三名的后补呢 变成了货真价实的第二名了啊 那失望的成分呢 还是不少的啊 那这个有所谓的纵向的比较跟横向比较 我们先单独看它本身好了 它的一个配件呢 让我觉得有点小无言了啊 首先呢 它有一个这个手上这个铁爪 其实这个top speed 它本来就是有手掌的 但是这个旧的模具呢 是直接把这个铁爪呢 跟手臂呢 坐在一块 很多人以为呢 它是这个手是一个铁爪的造型 其实并不是的 那它的一个扣法就非常简单 这里有一个空洞 但是不是扣这里 是扣这里啊 直接从这个里面挨下去就可以了 那这个松紧度呢 非常的好 但是这个软胶呢 非常的软 软到一个无言啊 那它也附在这个小机箱 按照合胃的方法呢 是握在手上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显得非常的累赘 所以的话呢 我会呢 比较倾向说呢 把它跟原本这个第三集的时候的这个deluxe等级的这个放法是一样 就放到一个肩上 那肩上就是非常猙獰的地下盾呢 也像是炮塔的一个造型啊 这也是这个top speed 呢 让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啊 很像钢弹的感觉 还是怎么样啊 然后呢 这个全部都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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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啊 那这个软的一个不行的一个这个 特别是你还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你要 为什么你要做到这么软呢 我没有办法理解啊 就算是硬的 它也不至于会伤到人吧 我不晓得 甚至呢 因为它在盒子里头的时候呢 在包装盒里头的时候呢 它是有竖线把它竖起来的 就一拿出来 你直接就拿到一个变形的枪管啊 就是让人非常的无言 那这里的话也是一个软的一个部件 索性它这两个部件呢 在变形的时候呢 并不太会受到挤压啊 这就算了 再来的话呢 我手上这一款呢 这个地方这个卯钉的一个松紧度呢 是比较令人堪忧的 再来的话呢 以这个本身这个家伙的设计来说呢 背包是非常的巨大的啊 你看到这个地方 背包的厚度非常的厚 比旧的模具还要厚 那这里还有一对的这个软胶部件的枪啊 一样是非常的软啊 那这个部件的话呢 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 后面的这个转动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没有卡扣的 索性呢 你稍微压紧一下呢 它基本上呢 还不太会晃啊 但是呢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感觉没有那么样的干净利落啊 那再来的话呢 我这个是本身 它本身的这个配件是有点小问题 背包过大啊 再来我们来做一个 把它跟老巫做一个对比啊 当然这个跟这个老巫做对比呢 你不能怪它太多啊 这个两这个时空背景不同啊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啊 首先这腿的长度里面就差很多 其实腿的比例应该没有差到非常的多 可能都一样是 可能是六四的一个身长比例 但是因为 旧的模具你看它整个身材非常的瘦啊 腿又比较细的情况下 它感觉就会更长 那这这新版的话呢 就是你看到没有 它的这个腿的一个粗细度呢 可以说是完全的这个 以绝对的长度来讲 它本来就比较短 然后又做的比较粗 所以看来就更粗了啊 再来是呢 这个肚子这一带啊 旧模具两侧是干净的 没有东西 但是我们新版的话呢 两侧多了这两块部件 那硬生是把它的腰的一个 这个视觉感觉就感觉就更胖了一点 所以这整个一个玩具的一个身形修长度的差长非常的多 再来是这个背包的问题啊 旧的模具背包就这么大 那新的模具呢 背包一样大 但是身高更矮 那感觉不就更大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再来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当年的这个Deluxe等级的这个模具呢 几乎人手一只啊 而且呢 在同级别里头呢 Deluxe等级的Ledfoot日版限定贵得要死 基本上买不到 然后绿色的Lobust呢 又是非武装车形态 所以这款是又容易入手 又便宜 又好玩 设计又优良的玩具呢 就变成了当年非常非常非常受好评的一款模具 那在这种时空环境下 你可能很多人都拥有这一个 你再去跟这个对比的话呢 差别就真的是比较大 比较大 会难免会让人有点失望啊 光是这个枪你就知道了 你看以前人家的枪是这种硬度啊 2011年的时候是这种硬度啊 到2020年之后就变成这种硬度了啊 这完全是经过九年啊 这完全是符合地球人的生理时间的一个进化一样啊 虽然我不喜欢这种生理变化 因为你是塞波坦人 你不是地球人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头雕 头雕倒是比旧版还要好看 那这个银漆非常非常的漂亮 虽然眼睛不再是一个透明部件 但还是很好看 它可以360度的转动 手臂的话呢 可以这个360度的转动也可以平举 上方有一个缺口 然后上方的话呢 这个部件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连接感 连接两侧的球形关节 你也可以做你喜欢的一个摆放 那后面的话呢 这里是还有一截的一个关节 是变形的时候呢 会用得到的 你一样呢 可以做你喜欢的一个摆放 你也可以这样子啊 做出一个比较外扩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向 这个全看你个人喜欢了 二楼机可以转动 手臂有个双动关节 这是变形的时候呢 手臂要反折啊 才用得到的 所以平常在人形状态下呢 还是把它往前扣啊 维持它手臂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形象 啊 拳头呢 只有只能够收进去啊 不能够做一个转动 并没有 手臂上面的刻画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有做出一点点类似是手指骨的一个感觉啊 然后的话 腰身无法动 腿的话呢 前后左右踢没有问题 但是由于是球形关节啊 可可能是比较堪忧啊 未来未来的一个一个松挺度 然后膝盖的幅度 弯的幅度其实已经严格来说是不到90度的 你看到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根本不到90啊 啊 以雷霆等多队的成员来讲的话 腿的可动的话呢 基本上都不好 甚至也没有办法做出跪下的一个动作 但是它腿部的话呢 这里是变形的需要可以前后动啊 并没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 并没有啊 严格来说的话呢 这一款top spin的话 真的就是蛮普通的一个比较普通的模具吧 除了造型稍微好看 尤其是车型啊 在各方面的综合表现来说呢 我并不觉得它是很优秀的模具 其实算不上 那我们的呢 就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吧 这一些配件的话呢 都先把它给取下来啊 背部背部这个不用取下来 其他都要取下来 这什么回事 轮胎还掉了是怎样 太夸张了吧 哎 在准备要变形啊 你轮胎就掉了是怎么回事 OK 把它扣上吧 好 那在这个变形的过程呢 直接了单跟你说啊 它的变形呢 跟lowbuster呢 非常的接近 非常的接近 我们来试一下啊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个拳头呢 给收进去 两侧都一样收进去 然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一个先把背包给打开好了 黑色部件这里啊 拉出来 然后呢 比方这个手臂的话呢 反折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反折 你看到吗 这里是有一个凸啊 有凹啊 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结合 这样子扣上去 另外一侧的变法呢 也是一样的啊 这里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搓上来 让它给扣上 好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利用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个地方是可以推的 我们就把它给推进来 这里推进来 两侧都推进来 好 推进来推进来的时候 记得是要完全的推入啊 让完全的推入 哎 这样还是完全的推进来 大家的话 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 这个上半身的一个 这个部件好像先放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这个腿部变完好了 这里 腿部的变形是这个样子的啊 啊 这个地方可以先转了 背包可以先转 好 到这边 腿部的变形是这样子 简单啊 把这个轮胎的话 一样由内侧翻到外侧来 啊 这个地方 哎 可恶啊 是怎么回事 刚刚是 刚刚是怎么 怎么个变法 是吧 怎么会突然这么容易掉呢 真是的 好 然后把它推上来 到这边 奇怪啊 这个之前还不会掉 哎 而且还掉不同侧是怎么样 这里推出来 然后这个 害我突然变得小心翼翼 对不对 然后两腿 这个做个简单的合并 这个跟Tops 这个跟Lobus的都是一样的一个变形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有两个 两个凸 然后扣进这里面有两个缺口在这边 好 对不对 就这样子 把它给扣进 这个地方呢 因为呢 你这个时候如果先把身体给拉直的话呢 到时候这个地方恐怕就不好扣进去 所以我会强烈建议你先把它给扣进去 然后整个把它给压平 然后这块部件就会自动盖到后面了 你看到没有 到目前为止 你还是觉得它跟这个Lobus是非常接近的 再来就从这个地方拉出来 整个的 这个位置整个拉出来 再来这里的地方要扣两个 两个地方 首先是这里啊 这个地方是有个凸啊 这个凸 要扣这个 这个缺口 这里 这里 然后再来就是这里有个凸 扣这个洞 但是我要说一下啊 这个地方呢 我第一次扣的时候呢 完全扣不进去 这个洞太 不是洞太小 就是凸太粗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有稍微用刀子呢 把它刮一下 把它削的小一点 两侧都一样 然后呢 再偷偷的呢 从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简单的扩口 也就是我 我两边我都稍微动一下 动一下这个手术 他才能够顺利的去做一个结合 不然的话 那根本就扣不进去啊 根本就扣不进去 那个尺寸大小是完全不合的 完全就不合 因为我找不到蓝色的人种 所以我今天就不讲什么什么印第安人啊 非洲人这个我就不讲了 因为找不到蓝色的人好吗 阿凡达对黑人吧 大概吧 好吧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完成了这一款这个top spin的一个变形啊 这个地方后面还有一个卡扣在这个地方 现在有个卡扣在这里 这里 这里有个黑色的对上这个 黑人对上银色冲浪手 好吧 就这样把它给扣上去了啊 那这里的话呢 就不得不赞美一下 它的这两个 这个两侧这两个管子 这样放到后面 你看 刚好是这个排气管啊 感觉的话 啊 爆冲的速度呢 就非常的强了 大家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武器的话呢 哎 不对 它武器的话是 我觉得抽这一边好 因为两侧造型不太一样 对吧 它这个地方上面有有造型 我们就把这个枪的话呢 摆到上面 这样可能看起来会更好看一些 以及呢 它的这一个 呃 这个部分 它就扣在这里 侧边 往内扣进来啊 这个的 我们这一款这个SSD 63号的一个autobot topspin呢 就完成了它从一个 呃 机器人到NASCA武装赛车的一个 变形过程了 接下来呢 就来看这一款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一个车型状态 大家对武装的NASCA赛车 已经都是非常的熟悉了 反正呢 就是暴力啊 冲锋陷阵 很帅啊 非常帅啊 帅到暴 对不对 但是这一款呢 真的 你 你在车型状态下呢 你真的 你会 你会更加的厌恶 为什么你要用这么软的这个材质来做这个枪呢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耶 我没办法理解啊 太奇怪了 你看 各种歪 各种扭曲 你这个 真的还下垂 就 你没有 呵呵 这个你根本就是 你这根本就是给 给配件包的这个 这些 这些小小工作坊啊 这些 你真的是给他们一条生路耶 我觉得 对不对 官方你真的是很棒耶 你果然是养活很多人啊 就是这个啦 这个真的太扯了 太扯了啊 啊 枉费这一款的一个这个造型的话是 其实严格来说呢 这三台这个NASCA赛车里头呢 单纯就暴力的程度来说呢 它是不是应该是里头 我一直觉得它是里头最凶 最凶猛的一个吧 你这样来看 对不对 搭载的这个武器呢 它是外露的程度是最大的啊 罗Buster的一个外露的武器的可能就只有前面这一把枪 对不对 其他的话呢 感觉就是 可能是比较接近于是速度型的一个家伙啊 你看他身上的一个圆弧形的一个造型是保留的最多的 而这一款这个 这个 红色这个冠牵脚的话呢 则是借在两者之间啊 真的 那就偏偏你这最需要这个枪管的时候 你多这么软就让人觉得很无言 那不管怎么样啊 不管怎么样呢 最令人开心的呢 还是呢 终于呢 我们凑到了 这三个武装车的一个NASCA赛车 不用再像很多 当年我们在这个拍照的时候呢 都会用一些借位啊 可能就是啊 比方说哪个家伙呢 缺了哪一台 我们可能用不同级别的玩具呢 就做一个cover 有时候这个玩具都放远一点啊 或者这个玩具放前面一点啊 伪装成他们三台好像一样大一样啊 在这一次的SS63推出之后呢 终于的 我们呢 能够得到一款这个正式官方发行的NASCA赛车三人组啊 我想这个也是大家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虽然他的问题很多 毛病很多啊 而且都还有一点在小致命的位置上 但是 凑在这个小队成员可以完整的这个份上的话呢 我们真的也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啊 这一款的这个TOP SPIN入手之后啊 也是我玩片已经刚以来将近 将近要迈入第十 啊 不对 我是09年入坑 已经超过十年了啊 曾几何时啊 当年的电影党呢 是这个 如果说真的要分党的话啊 如果真的要分的话 你看 当年的这个电影的这个 在这个支持者呢啊 在老居外迷的眼中呢 是这么一回另外一回事的人啊 但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呢 电影党终于也变成 真的也是 也是 大家也都是有点年纪 也是入坑 也是够久了啊 不知不觉的话呢 电影党 所谓的情怀这个部分呢 也终于滋生出来了啊 那经过漫长的等待 我们判来了这最后的一个雷天战斗队的成员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进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